这个叫做牛牛食草 他就问这个小鹏汽车9868 他就125元就买入了 我估计都是近期买 他说现在怎算好就要求救 我想如果你说看这几只 就是阿鹏、阿李、阿慧蓝 其实这几只的波幅都会比较快 就是你买一些都 我想都要短线保持 最强的时期 可能都在今年的5月至6月的时候 一段升势上了之后 其实近期就比较差一点 走势 你现在125元 现在正正是一个关键的支持位 那你要看定一点 要看今天手不手得稳 如果今天手不稳 我就建议你不如先减 就是指一指蚀先 就是先走了 就是现在是10 106 如果你看回我先看看 去回大概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105、106 如果穿起来就先走了 希望看看它的势力开始回稳 如果真的中这些股份 相当有兴趣才再进入 这个我建议 否则如果今天站得稳 其实可以观察到一两个走势 如果在这个 range 105流上站两天都不再跌下去的话 其实可以等一等的 因为其实你这个股份要上去 其实是不难的 就是你说如果有这样的动力的话 当然我刚才说了 这些波幅更大 如果它继续向下的话 就是穿了 我刚才说了 穿了不如之市 是的 就是前一段时间 其实都是早两个星期的市 就是大家就会轮流憧憬 不同行业就有不同的救市措施 是的 刚才就是问你 如果中国的经济 上次就看到那个GDP增长 就是大幅差一个市场预期 又减不了息 或者减息的后遗症又比较大的 可不可以 譬如小鸣汽车 这个朋友买了 可不可以等下一轮的救市政策又出台 车会不会又是很快就会受惠的一个板块呢 你觉得 因为内地的所谓救经济 一定是通常是汽车股限先的 因为上节目提及都说过 因为汽车的产业率相当之大 你救得到汽车业来说 其实救了很多行业 所以你说 再等下一轮的救市措施 再炒转 都是一个策略来的 但是当然 你不知什么时候出台 也说过内地的政策部署 是很有它的特色的 很难估计到什么时候 所以说 其实你 预期等它 不如你先看短期 你自己的 持货能力 是否真的很等着这笔钱花 如果你说不是的 可能我的股票 可能放了一些钱出来 就拨一拨反弹 如果你不自在的话 其实你不用怎么自舍 当然我投资就不敢想的 我刚才建议 如果近期的走势再下跌 不如就斩一斩 留意一下机会 再等它回来 开始个势头 都经常想说的 如果股票股份 开始见到一些回底的上升趋势 跟趋势就比所谓的薄楼底 是 高位 其实很难 因为低位 低位永远都是出了才是低位 所以不如就跟着小 所以如果 都可以维持投资建议 就是说 如果穿了最近这个位 你就先闭股了 否则的话 站得稳一两天 可以等下 希望可以上去你那一天 好